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土耳莫格伊及土耳灭该 也就是灵州 四百多年过去了 蒙古原流的作者 成奇斯汗第二十二代孙 萨岗彻臣 从家族迪传下来的秘密 似乎是比较可信的 蒙古黄金使同蒙古原流的说法大致相同 蒙古黄金使说 在多尔灭该 圣主病重 那么圣主是不是就一定去世在灵州呢? 结合蒙古密使、蒙古原流和蒙古黄金使的技术 可以肯定 成奇斯汗到了灵州 病逝已经相当严重 他要么去世在灵州地面 要么去世在离死不远 游死北上的某个地方 成奇斯汗究竟安葬在哪里 是怎样安葬的? 今年来一些人在极力探寻这个谜底 有人认为 找到了成奇斯汗的安葬地 一定会找到无数的金银财宝 但果真会如此吗? 关于成奇斯汗的安葬地 蒙古密使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和启示 元使则说 葬齐年谷 齐年谷在哪里? 无此实名 据元使封萨里川哈老徒刑宫的说法 齐年谷似乎是在蒙古高原沃南河 窃绿连河和土屋腊河源头的山区 既然连他去世的地点在密室和原室中都保密 安葬的情况就更不会告诉世人了 齐年谷 齐年谷肯定是个假名 但是 齐年谷这个假名也不可能是信手捏来 它像是一个隐语 其中可能隐藏着某种含义 齐年谷是古代帝王坐的车 齐年就是帝王战车的出发地 有人说 这个出发地就是承齐思汗在三河之源的出发地 承齐思汗很可能就安葬在蒙古国肯特山区的某个山谷里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 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和交通工具 承齐思汗的灵车最少走一个多月才能回到蒙古高原 时值英历七月 烈日依然当头 它的肉身能拉回去吗 在中国随着一些专家和学者对鄂尔多斯西部草原阿尔寨石窟及阿尔巴斯地区的查询和考古 一种新的研究观点也澎湃有声 这座在明朝末年就遭到毁坏和遗弃沉没于历史尘埃中的石窟 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得太久太久 今天当我们扶去历史的尘埃猛然回首 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让我们看看这些发现与推测与历史的记忆是符合还是巧合 在阿尔巴斯山的北端 山脚下有一条山洪充成的河沟 猛名叫齐俄勒 汉名叫千里沟 紧靠齐俄勒沟的高地叫保特高西里 汉语的意思是驼高梁 相传 成其思汗就是在这里密葬的 驼高梁的北边及东北方向 原来是一大片绿荫如毯的草地 辽阔而美丽 据说数百年前 这片草地上还有河流和湖泊 草地以北又一道高梁 猛名叫保日陶乐盖 那么成其思汗真的如传说一样 是在阿尔巴斯地区密葬的吗 阿尔巴斯地区距灵州直线距离一约二百公里 是从灵州经木纳山嘴回归末北的必经之地 在成其思汗去世的时候 蒙古大军占领阿尔布河 其阿尔巴斯地区已近一年 这里又一直是西夏王朝统治伯弱的地区 成其思汗离开战区 回归的路上在这里巨市密葬 不是没有可能 成其思汗从这里进军赫南山时 已经受伤 不能骑马 只能乘车 说齐年古 是指这里 也不是没有道理 说成其思汗的丧葬与阿尔巴斯地区有关 更有说服力的还是阿尔寨石窟中的这幅壁画 丧葬图 仔细研究 它所隐含的内容 给久寻不到的成其思汗安葬地 可能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住戒 阿尔寨石窟大约气毁于明朝末年 屡遭破坏 石窟的壁画几乎面目全非 丧葬图虽然也被破坏 但其内容和形象仍依稀可变 丧葬图在阿尔寨石窟第三十一窟中 它是近十几年来许多人研究和争论的焦点 它究竟产生于什么年代呢 阿尔寨石窟的第三十一窟 依据其洞窟风格和壁画风格都属于西夏晚期 石窟中的三藏图根据佛像的绘画特征和造像特征 许多有关专家都认为它属于蒙元时期的作品 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明朝时期的作品 而三藏图属于蒙元时期应该是可信的 即使产生于明代 也不会影响到它所反映的内容 那么这幅产生于蒙元时期的壁画画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幅神秘的丧葬图 丧葬图分六层 每一层都用黑矿隔开 中间都画有一尊藏传佛教的变身佛像 也就是专家们所说的作佛 据说这种崇拜在西夏后期和蒙元时期十分流行 这套壁画最下边两层 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内容 从下往上数第二层 两座藏式庙宇中间的山腰 画着一尊变身佛像 山脚树立着一块像墓碑一样的白色物体 几个鬼怪精灵或在空中飞翔 或在地上卧蹲 而最下边一层变身佛像的下方左右 则画着许多恶鬼惩治死人的场面 是传说中的地狱 从下往上数第三层 是山川河流 平顶山居中 变身佛居上 山坡上遍布着野马 野驼 野羊 野鹿等野兽 河里有鹅 鸭 河边有三个人 还有小鸟 一头长角鹿的旁边 也有一位举手挥舞的人 祖画的最上一层 主体是山峰 变身佛画在山峰的半腰 左右各有一座庙宇 整个画面紫气缭绕 如同仙境一般 上方第二层画面 同样的山峰 同样变身佛居中 而上下左右 却是两军对垒的战争场面 上边有骑着大象的武士在祭持 中间是排列整齐的两军对阵 下边则是骑着战马的将帅们 在驰骋厮杀 第四层是这组壁画的核心 也是最神秘 最写实 使人最负联想的部分 这层画面又分为中间和前后左右 五个场景 每个场景之间 用斜线割开 画面左侧前方 是一座有双层飞檐的庙宇 庙内有持灯和打坐的僧人 庙外有身穿蒙古袍的男人 画面右侧前方 是一间单颜宫殿式房屋 室内挂有锤帘 一人垂头而坐 室外也有一人 裸腿 身披条状长衣 举手弯腰 像是萨满教中巫师的样子 画面正中前方 是这层壁画写实的主体 两顶华丽异常 肩顶高耸的白色工杖 和一座小庙 据画面前方最显眼的位置 这两座工杖 除了漂亮的装饰图案外 还有一个圆形包顶 显示出它的神圣和庄严 在第一个较大的工杖外 一左一右 还有两位头戴尖帽 身着蒙古贵族服装 带有笔甲的女人 包左边的一位 手托工杖 一包而立 右边的一位 恭恭敬敬的盘腿坐在包边 白色工杖的左侧 是一间飞檐小庙 其样式和现在 承其斯汗林 苏罗德祭坛上的 同志小庙一模一样 在这间小庙的两侧 也有两个妇人 一战一立 庙左侧坐在地毯上的贵服 穿蒙古礼服 兼有笔甲 盘腿免贯 恭敬而坐 右侧站立的妇人 穿着特殊 身着戴帽长袍 双手合十 像是膝下或西域妇女打扮 中间这组画面的侧后方 还有一座扁圆形 助人的蒙古包 样子和我们现在 见到的蒙古包一样 这层画面的右后方 是人们争论已久的 丧葬场面 丧葬场面 没有山野的绿色 显然是另一个地方 一具赤裸的尸身 双手举过头顶 直挺挺地 放在巨大的方形场地的中央 三只白鸟正在将尸体掀起 成升腾动作 天空还飞翔着几只白鸟 尸体侧边 跪着一个巫师模样的人 双手合举 面前放着一个小箱子 上边摆放着一些尖状技物 像是在超度死者 在这片场地的右后方 像是握着一匹红褐色的战马 码头朝向场地 望着尸体 场地的右侧 像是蹲着一些黑乎乎的野兽 前爪都踏在场地边上 场地的前边 放着一具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木 棺木后跪着三个人 一人为僧人打扮 一人似巫师 而第三个人 则是头戴窥帽 兼有笔甲的蒙古贵族打扮 在场地的前脚 也站着一名同样穿戴的贵族男子 这层画面的最后一个部分 在左后方 一位老人端坐于山洞之中 周围仙鸟飞舞 祥云挨挨 这幅有六层内容的壁画 究竟在说明什么 如果它是在宣扬佛教的生死轮回 那么只有最上一层和下边的两层画面 说的是天上和地狱的故事 中间三层基本写实的画面该如何解释 这六层画面似乎在告诉人们什么 它所反映的 似乎就是阿尔寨或者是阿尔巴斯地区 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一些专家认为 这就是成奇思汗的丧葬图 为什么说这幅画是成奇思汗的丧葬图呢 我想啊 需要从这么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呢 就是这个画为什么出现在阿尔寨石窟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民间的传说 阿尔寨石窟呢 是成奇思汗在这里驻扎过 指挥筹划过攻灭西夏的战争 并且在这养过伤的地方 第二点呢 从这个画的内容来看 特别是在这个画的左上方 原来在这个墙壁上呢 看不太清楚 但是扶制出来以后看得非常清楚 有一个小的人物肖像 这个人物肖像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成奇思汗的画像 就是以忽必烈为原型 适当加以调整的画像 非常相似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 这幅画 他画的这七成 整个画面构成了意境 和史书上 这个蒙古秘史啊 蒙古原流记载过啊 成奇思汗在攻伐西夏的时候 越过乌拉山 列野马 坐地受精 摔下来最马了 这个落地受伤 然后养伤 和去世以后 按照蒙古族的传统账书 这个千金万马呀 把大地踏平 不留痕迹 等等等等 和这个是相复的 这果真是成奇思汗 丧葬图吗 现在 让我们就中间的三层画面 依据史实 做一个符合逻辑和实际的分析 首先 壁画画在阿尔寨石窟 画面中写实的场面 第一个可能 就是与阿尔寨石窟 及其周围的环境和故事有关 这条画有山川河流的画面 中间的平顶山峰 就像阿尔寨西南可以看见的乌仁都西山峰一样 由此可以确定 它就是当年阿尔巴斯山一带野马成群野兽随处可见的情景 这个两军对垒的画面 依其穿戴披挂和战绩阵势 可以看出 反映的就是成奇思汗蒙古大军西征和消灭西夏的激烈战役 由此我们推断中间的这层画面 反映的是阿尔寨石窟或附近 曾经有过的成奇思汗的丧葬场面和济世公帐 也是顺理成章的 画在右后方的场景 可能就是成奇思汗的丧葬图 有人说 它可能是蒙古贵族丧葬图 即使这样 也可以看出成奇思汗当时的丧葬情况 按照画面的情景 和当时蒙古人以信奉萨满教为主的习俗 确切地说 这基本上是萨满教的安葬或野葬场面 尸体右侧双手合十跪拜的这个人 就是萨满教中的巫师 场地后边横卧的战马 就是围猎石把成奇思汗摔在地上的那匹赤兔马 成奇思汗升天了 他也理应随去 而棺材边的三个人 一个是僧人 一个是巫师 一个是成奇思汗的儿子 连同场地前脚另一个贵族打扮的男子 他们应当是四子托雷和成奇思汗的其他子孙 这具棺木应当是空的 实体就是从这具棺木中抬出的 这层画面左后方山洞中端坐的这位脑人 画得虽然小 但其形象却比较清楚 最像成奇思汗 仙鹤在四周飞翔 应该是灵魂升天成神的情景 与天葬的场面相互异 中间的主要场面 是成奇思汗济视图 这两间白色宫杖 依其肩顶高耸和华丽肃肃穆的景象 可以确定 它就是历史上记载的成奇思汗八百宫中的两座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 成奇思汗八百宫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分散安放的 这间小庙与现在俄尔多斯成奇思汗陵 苏勒德祭坛上的同志小庙一模一样 成名的祭祀圣物 都是一具古老的祭祀典制传下来的 因此画面上的小庙 就是成奇思汗陵供奉苏勒德神矛的祭祀小庙 在这层画面的中央 还有点睛之笔 做佛四周的彩云组成了三个汉字 天之子 这样明显的暗示是画者的有意而为 还是偶然巧合 综合权威史料的记载 历史遗迹的考证和民间传说 根据成奇思汗的信仰和蒙古民族当时的丧葬习俗 也根据当时的气候和身在战区或战区边缘地带的具体情况 我们可以猜测 成奇思汗去世后 很可能是在俄尔多斯的阿尔巴斯地面上 按照萨满教的习俗 秘密地举行了一种特殊的野葬仪式 让长生天的使者将成奇思汗尽快地带上了藤格里天堂 有人猜测 在这个野葬仪式后 有可能把遗骨装碾进棺木 运回故土 安葬于肯特山区的大境地 不然史书为什么会有在波尔汉山派乌梁和人千人守护的记载呢 当然也有可能如这里的民间传说一样 遗骨也全部埋在了这里 而墨北的守护只是掩人耳目 为的是保护真正的藏地不受侵扰 在阿尔寨石窟山顶的西北角 还有一处地下坑道 连接着一间地下石窟 这个石窟内没有壁画 也不会是人住的地方 倒像是一处安放棺木的石窟 这个石窟建于什么时候 为什么人所修 会不会就是承其思汗野葬前停灵的地方 承其思汗是在灵州去世后 运回到他曾养伤的这个地方举行了野葬 还是承其思汗在灵州病重后 返城中去世后 返城中去世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 承其思汗秘葬之前 曾经在山顶的地下石窟停灵较长时间 以等待西下战场的窝窟台 或远在经国清水的茶河台等子孙 到来告别 阿尔在世库寺发现了这两幅壁画 一幅是承其思汗家族兽击图 另外一幅是密藏图 通过这两幅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承其思汗在这个阿尔伯格受伤以后 他其实没有离开过阿尔在世库寺 那么在阿尔在世库寺呢 就是他养杀的地方 而且在整西下的这个战役过程中间 因为承其思汗的部队 在整西下中间 已经锻炼成一支能整善战的部队 而且他还有他的外将 他的儿子孙子参加了这次战役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由承其思汗呢 去情自参与指挥 或者情自在切线 进行这次战役 所以呢 他基本上就是在阿尔在世库寺呢 组织了共灭席下的这次战役 而且后来呢 承其思汗去世 也很有可能就是在阿尔在世库寺 和杨勇的猜测相似 图记的猛沃尔史记也说 禀须春初 承其思汗自朔沃尔河梯 又移住到白岩井 在那里做了一个噩梦 自知死期将至 于是招来儿子窝过台和拖雷 安顿后世 严毙而死 这就和蒙古密史的记载 大相径庭 究其根源 前者主要是依据传说 而后者 应当是依识记录 还是蒙古密史的记录可信 接着蒙古密史的记录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 承其思汗在灰师西夏灵州之后 并重回归 去世在俄尔多斯的阿尔寨石窟一带 并在阿尔巴斯及阿尔寨地区 举行了萨满教的野葬仪式 后人说 承其思汗去世在灵州 这很可能是指一个大的范畴 因为在西夏时 包括阿尔寨石窟在内的阿尔巴斯地区 都归灵州管辖 都是灵州的地盘 一个民族的信仰是不分贫富贵贱的 历史上蒙古人都信奉萨满教 人死以后都是按萨满教的仪式安葬的 陈济思汗和他的子孙也不例外 他们以信奉萨满教为主 也会按萨满教的方式安葬 陈济思汗没有给自己留下坟营 他把洁净的草原留给了后世子孙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凤凰大事业 明天请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探秘 最后的陈济思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